刚刚落幕的第三十五届 中国电影金机奖颁奖典礼上 王玉梅 黄鼠琴 王好为 获颁中国文联终身成就 电影艺术家荣誉 其中 电影表演艺术家王玉梅 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 塑造了众多感人至深的母亲形象 他的表演中沉淀着深厚的生活积累 将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他身边的人 来回顾王玉梅的经典荧幕形象 王玉梅老师他是最好的艺术家 他当了一辈子演员 演了一辈子老太太 王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很多色彩的人 他给中国电影留下了宝贝的艺术财富 这本师不是一天练出来的 得慢慢地来 王玉梅老师从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演农村老大娘了 丰收之后那年 王老师才三十几岁 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 我总算是看到了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在餐厅坐在同桌人就说 爷 你婆婆她来了 她就是王玉梅 当时我一愣我说 我说这样老师又年轻又时尚 怎么能演一个乡下的婆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后来在我们随着不断地了解 在工作中 我才认识到王老师实际上 是一个塑造能力非常强的人 他在拍这场戏之前 我就看着他在宿舍 就是晾腔着步子 而且手还捂着鼻子 我当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后来当我看到他演完这场戏的时候 我才明白他是在琢磨 体会这个人物接到这个 噩耗的时候的感觉 所以大家看他在演这场戏的时候 就向整个人矮了一截 连谢导都说 这可是个世纪尽头 他不是在空气中塑造人物 他是在生活中捕捉这个人物 让你感觉他是有根的 他的脚是踩在地下的 我没闲经管那么多事了 他凭借着梁大娘得了百花奖 在同一年 他演慈禧得了金鸡奖 反差非常大的人物 可是他演得游刃有余 这个是武魁的拍摄现场 王一梅老师穿了一个军大衣 这三位军人是当地驻军的首长 特意联系了我们来看望他 见了面敬了个礼 我听得清清楚他们轻身地叫了一声娘 因为他演了《高山峡花环》里的梁大娘 他成了所有战士心中的母亲 当时我很感动 我觉得这就是对一个演员 最大的尊敬和赞扬 妈 桃子 你怎么就不回家呢 你就没话要跟妈说吗 我因为跟王老师是一个剧院 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跟着王老师去过 宜蒙山区采风和演出 到了那个村里 就跟那些村民们老大娘坐在一块 就跟一家人一样像亲戚一样 那时候你知道王老师的心里 其实一直有普通人 一直有乡亲们的那种情感的交流 所以他会在日后的电影当中 演农村老太太演得那么好 那么准确那么大动人 不管怎么着 当妈的也不能让你们受了委屈 我非常有幸跟王老师合作了 喜迎门 在这位艺术家身上我学到了一些东西 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 对艺术的尊重 对人物的尊重 我看孩子就留在这儿吧 像王爷们演的那个《莲姑》 把人间的很多坎坷呀 苦难呀 或者说是不如意呀 是那么包容的 把它化解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还有像梁大娘嘛 这些形象很能够代表 中国当时的那种状况 我们的人民经历了那么多 困苦艰苦的一些岁月 那种要报效国家的 一种简单和朴实的 这么一种情怀 我觉得它很代表 我们中国的老一辈的 这种女性的这种形象 如果说它是中国 就是母亲的一种形象 我觉得很恰当 妈妈 王老师在电影中塑造的 母亲形象 善良 宽容 勤劳 宽厚 她真正演绎了 母性光辉的形象 做一个好演员 你必须要先做一个人 做一个好人 我觉得王老师做到了 我常常向他请教 他只是告诉我 这个人物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 慢慢地引领你 去接近这个人物 我还跟他说 您应该写写书 把您的经验交给年轻人 但是那个时候 拍戏到处奔波的话 没有这个经历 踏不下心来 像遗憾的是他已经不在了 我就在想那个时候 如果有人把他的这些东西写下来 能留给我们晚辈去学习 那就太好不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